林竹市長高鴻安 他在去年選舉期間被指控 涉嫌利用男友詐領助理費 而且涉嫌擅自使用 私策會期刊文章 違反著作權法 北檢在今天針結 公布調查結果 一塊片看 總額爆滿的不實方式 向立法院請領助理薪資 自每個月上限42萬美元 加班費上限8萬美元 扣除真正實際要給助理 等約定薪資及獎金之後 要求助理將多報的差額繳回 與助理配合繳回後 將款項供其個人自行運用 或挪為適用 加班認為被告以此方式 詐領之不法所得 總計金額為46萬030元 而涉犯貪污制罪條例 必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務罪 及刑法時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行 其餘取書內容請參閱新聞資料 本案量刑意見說明如下 甲官建勤法院審酌 高姓被告擁有傲人的學歷盡力 每月領有立委薪資19萬余元 及問證費用7萬余元 個人財力豐厚 竟分毫不用上開問證費用 反而壓榨其下屬助理 配合共同虛報或服報助理薪資 至於在偵查中自白犯行的黃姓及兩位陳姓助理 犯後態度良好 且沒有獲取犯罪所得 均請依探污制罪條例第8條 刑法第31條 刑法第59條等規定 減輕其行 並給予緩刑之宣告 理性被告部分 其每個月雖然零有2萬余元至5萬余元不等之助理薪資 但甲官認為其確實有實際從事助理工作 且工作內容屬於助理範疇 也沒有配合剿回之情形 中任其另有其他堅持 亦無從認定有詐蓮助理費之犯行 因任其罪嫌不足 並支撤會對高性被告提告背信等罪議案 甲官認為 依告訴人所提出之事證 及偵查中調查所得證據 並無法認為被告有背信、詐欺等罷刑 何以不起訴處分 詳細理由請參閱新聞資料 以上說明 本署就起訴部分 並有提供QA給各位參考 如各位有其他問題 請拜會後再進行討論 謝謝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